姜濤的中学生日报道 昨晚大家开不开心啊?高不高兴啊? 高登仔就非常高兴 虽然当中出现了少少的波折 在出这个陶的MV的时候 但是这个少少波折 都没有了大家对于姜濤的新歌 第十二胎 陶的热情 陶这首歌基本上就很受到大家的热爱 直到今天为止 我用了一个程式 我自己本身设定了一个程式 去分析图的走势 基本上以每一个钟 大约以一万个增幅去 如果看我这条片出的时候 如无意外 应该冲破了二十万有多 但是你说成绩是好不好呢? 那就有待大家再继续努力吧 待会再跟大家分析图这首歌 在昨晚十一点多钟正式 即是说九点半 正式出现了之后 发生过什么事? 在大家姜濤的姜务之中又多一项了 正式开始这段影片之前 大家记住 我的这段影片 大家赚好了没有? 有没有留言 大家留个心心 留个笑容都可以 留一点都可以 记住 如果可以的话 超级感谢超级留言 高登仔非常感激 大家对本频道的支持 和对于姜濤的支持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图的解说 分了几样东西 除了好像坊间一样 就会说这首歌的MV 究竟当中包含什么元素之外 我这段影片最着重的地方 就告诉大家 究竟这段影片的趋势会是怎样 对于日后的发展 以及姜濤在新歌出了之后 姜濤应该有什么部署策略呢? 可以让姜濤进一步 拥有他更多的成就 最主要就是这件事 好 不如首先看看姜濤的数据分析 坊间有很多群组 昨晚一致尽力而为 去推这首歌的点击率 因为始终他也是刚刚第十二首单曲的MV出的时候 因为大家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不开心 对于因为DOMMY的升幅率 大致上是叫做 初头是急速的 到后来有小小的显弱 但是之前那样仔都在药缸的片 你们听回之前的片 都分析过为何DOMMY这首歌 在那个后继会 究竟会有点不凌厉 因为当初牵涉了很多事件发生 引致到大家姜濤有点分心 这次基本上 DOMMY这首歌 推出的时候 就是说 过世头是好的 因为它是连接着姜濤的演唱会 而濤这首歌 亦都是他的演唱会的主题曲 亦都是第十二首单曲 亦都是 《Within》 亦都是《亡今九十日之内》推出的第二首歌 所以就相当之凌厉 当然 着屎就有点心情不介 为什么呢 因为它贴着Edan那首歌出的 Edan刚刚前晚才出了一首新歌 你昨晚就立刻出图这首歌 就顶到Edan那首歌 就说是不得了的 这样 那个势头亦都是被姜濤这首图 蓋过这样就是的 嗯 那 那 接着就有人说 咦 最近ViuTV呢 不是说 不是ViuTV 麦克Viu不是说捧Edan吗 那样 去出歌 今年都很厉害 几首新歌 差不多是Mirror之冠 出的数目 那样 那 所以高生仔有时都不明白 这间公司究竟在做什么 是不是 表面上就好像是 在逮捕Edan 但是问题上呢 他在这个创作呢 你明知Edan出新歌 你又不隔开些 那隔一晚呢 就出姜濤这首歌的MV 是不是 虽然就不是说在全流平台那里新出 是 但是其实在YouTube的MV来说 其实是顶死了Edan 那但是这件事情 就日后有数据分析 我就再进一步去再讲 那跟大家去谈谈这个话题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涂这首歌呢 在大家的心目中 你刚刚说了 Domi 因为后期的升幅 是略嫌慢了些 就是到今时今日呢 都是突破了五百万一段时间 那升幅就开始放缓着 但是大家我知道 姜濤都很尽心尽力 去继续去 点击Domi的歌 但是涂这首歌又 怎样看呢 涂这首歌呢 它的升幅呢 我暂时看呢 以每个钟 一万的点击率是上升的 那你说一万这个点击率上升 是不是比起一个以前的数字 是怎样看呢 那我比起以前这个作品的说话 作品的说话呢 它每一个钟头的点击率呢 是比现在呢 是高出几倍的 但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呢 我想当中呢 牵涉了几样东西 因为今次涂呢 出这首歌呢 第一样东西 它就是 将这首歌 派了去串流平台播放 所以呢 它的MV呢 是滞后了才出的 就是去到昨晚才出 那你说 那些人 那些人 就会比下去 那但是 都不要紧要的 就是有我们姜唐的鼎力支持 都可以鼎得住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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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就是 如果说现在的升幅呢 虽然 略略比起其他歌 就算是比Domi 都好像是稍稍是跌了的 那 那当中呢 就我想 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啦 那不怕的 我们是后径零礼的 可以继续努力也没问题的 那 所以 大家都是关注近这个 这样的点击量啦 那但是 如果说这一样东西呢 自己高登仔呢 对于这首MV呢 撇开点点击量 多样东西来说呢 其实我对这首MV呢 是 非常之赞叹 非常之赞叹 究竟赞叹在什么呢 因为我想 陶这首歌呢 在姜陶来说呢 那个重大意义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当中呢 就有几番的新尝试 就是譬如说 姜陶在这首歌呢 第一样东西的化形啦 第二样东西的那个 Style 就是这个歌的Present的Style呢 就是一个中国风的服飾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啦 那 这首歌呢 就讲的呢 MV就昨晚就出啦 那样的造型呢 都相当之 大家认为之惊叹 因为呢 他那个造型呢 就是染了一黑一白的中式 法式的分界 那就 某程度上是凸显了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一个主子 主题的 那你说 大不大胆 就大胆啦 潜不潜威 当然潜威啦 这些才是姜陶的作风嘛 喂 人家做啥他做啥 是吧 人家谈啥他谈啥 那怎样可以凸显到自己 創作的灵感 和他那个 能力呢 是吧 和作品的特性呢 这次呢 他就 因为这首歌呢 基本上就是 希望通过那个MV 突出那个中国风的感觉 和太极的元素嘛 所以呢 今次呢 姜陶呢 就 甚至在我发型上面 都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动 这样 就以中间分界 一边 也不是说分界 应该是以中间分析 一边黑 就是一边金 这样呢 就令到这个发型呢 就 用一个比较大胆 和潜威的造型 去告诉大家 哦 这首歌呢 是和以往呢 哎 又有点不同了 直接是 连造型都不同 那样 那当然 除了这些我见到 就是我们见到这些效果之外呢 其实呢 有很多细节位呢 也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比如说 我个阴阳 就是那个阴阳色 那 姜陶呢 其实在那个访问里也说过 他说呢 以前呢 他的发型呢 是以单色为主的 那今次呢 为着涂这首歌 这首MV呢 他就尝试一个新的风格 以前呢 就没试过这样玩的 那他都觉得今次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而且呢 出来的效果呢 都非常好 他也是很喜欢这样的 那 之前呢 说到 姜陶呢 为了之前的演唱会 那 高登仔呢 其实是第一个呢 去分析报告 告诉你 姜陶呢 今次这个演唱会 有了主题 以前是没试过的 有很多歌手 就是没试过 很多年没试过 应该这么说 准确点 而这首图呢 亦都是作为这个 演唱会的主题曲呢 那么高登仔呢 亦都是第一个YouTuber呢 在这里跟大家分析这个主题曲的重要性 亦都很多年没有人这样玩过了 香港歌手 那么 他呢 为了这首歌呢 就是为了这个演唱会 就创作了图这首歌 作为这个 第一次 个人演唱会的主题曲 那么 在这个演唱会呢 他都邀请了排舞老师 啊 梅卓燕 为他排舞 那样 为他这个 就是 这个 新这个演唱会 或者这首歌 排一个新的舞曲 那么 成为了 这个演唱会 当中 最重要的 一个开场的部分 让姜濤和这个团队呢 能够 以这个舞蹈 和这个 加这个水声 兼容 这样去表现出来的 那么 大家去过这个演唱会 都知道了 非常之开心 真的非常之突出 就是令到高登仔呢 我一次这样的水幕 就是那个水的style呢 就是令到大家 都很 非常之震撼 所以 其实都是引致到今天 高登仔 对于这首歌的MV呢 是非常之有期待 当然就没有令到 高登仔失望了 所以呢 昨晚那个MV呢 看回那个细节呢 原来呢 除了梅卓燕老师之外呢 那么呢 姜濤呢 还找了肥仔 那就是ERROR 队长的肥仔呢 就重新再編舞的 就是在这个MV 即是说 演唱会就找梅卓燕啦 而姜濤呢 在这个MV呢 就找肥仔 就重新再排舞的 而且 从那个去穿的衣服呢 和整个MV 那个视觉效果呢 都是特意很重 那个中国风的元素的 OK 那么 也都延续了 因为刚刚演唱会 就完了不久了 延续了这个演唱会 上面的视觉效果 以一个布浪的形式 就是用一块布去显示浪的形式 去制造整个MV的效果 那样 那 也都在访问之中呢 姜濤呢 就说到 那个舞步中的特点 那样 那他说呢 这个舞步中的step 就是那个跳舞的舞步呢 就加入了一个大量的太极元素下去的 那希望呈现一个 刚柔并重的感觉 带出阴阳的概念 那 看回昨晚的MV呢 他特意用很多的角度 去拍摄姜濤和舞蹈员 就是 一起去跳舞的画面 那等我们去看 那时候呢 就好像现场一样 去看到姜濤 和很近距离 去看到姜濤 去跳舞 这个圖 这一首舞的心思 那加上呢 因为他图这个主旨呢 那可以 就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呢 他在舞步上呢 好像浪图那样 谈拜啊 但是呢 又当中又显示到温柔啊 那样 那和呢 我们看演唱会那时候呢 他一个强势登场呢 又有少少不同 那样 那当然 那今次呢 这个中国风呢 姜濤都下了大量的心思 除了这个太极的元素之外呢 他还加入了很多中国的韻味 的音韻 那有很多网友呢 就很 怎样说呢 就是很多网友呢 就觉得很欣赏 那就觉得呢 即是姜濤呢 这首歌呢 如果是一个 譬如我们现在 要 即是加入多些的中国风呢 开拓一些 不同的市场 还有我们要 突显回我们 为这个中国风呢 就宣传 和去突显这种 那样的风格 那所以呢 我想很多的俄迷呢 都觉得 哇 今次真是一个 很大的突破 和很欣赏这首歌 那当然 这首歌 除了这些 这样的元素之外呢 其实当中呢 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的 譬如说 譬如说 是讲的 讲的 姜濤 作为这个 这样的 开创 即是这首歌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昨晚呢 告诉大家 在姜濤group 或者姜濤的群组里面呢 基本上呢 大家 所有姜濤呢 都一致 觉得今次的MV呢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甚至呢 有些姜濤 就比较回Domi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陶这首歌的MV 但是我觉得 两样东西 就没得比较了 Domi 就是以自己的内心世界 去为一个主题 但是姜濤 今次 这个是一个 大概念 大的中国风 去表现出陶这一种 随着这个形势 改变这种 这样的思维模式 当然有深水清的网民呢 都就着陶这一首歌 今次就出了MV 那两者作出了一个分析 那他们最主要就是说 似乎呢 都略略看到姜濤呢 似乎都是想打进这个中国的市场 所以呢 在那个理念上 他都表达得清晰 就告诉别人听 咦 其实呢 我都是会 他围着这个形势 好像图一样 改变自己的形状 虽然图 是有浪图 是有一个形势 有一个急速的变化的 是有一个内势 空空的势 但是当他遇上不同的地势 天气的时候呢 他又会可以改变他的形状和趋势 所以呢 我想正正有些网民就分析啦 譬如 可能围着他呢 打进中国的市场呢 开拓一个新的商机 那所以呢 他就告诉别人听 哦 其实呢 随着不同的时间 时代的变化呢 他都已经ready好 将自己改变 将自己的形状改变 曲风改变 去想着 如何进入一个内地市场 有网民就这样分析 那高登仔怎么分析呢 我自己呢 就没有分析 那也都不需要围着这些曲风啊 或者这些什么style呢 高度去揣测 那如果姜濤 真是有兴趣 打进内地市场 那我都会支持他的 是吧 如果没有兴趣 或者是他自己 暂时觉得没有 那么适合的日子呢 那我也都觉得 有得他自己稍后决定 那我觉得这方面又不需要 过度去转测的 那所以 就是就着昨晚这个图的 叫做 释放出的NV呢 我反而呢 是觉得呢 希望他可以 近上一步 那还有另一个议题呢 我想大家都要知清楚呢 就是说 因为呢 YouTube呢 就在10月的31号呢 就截数 那距离现在的截数呢 两个多月多些 究竟 涂 可不可以打进这个YouTube的 十大的榜首呢 那就有待商榷了 因为呢 昨晚呢 也都有姜濤群组呢 就说了 咦 他说DOMY 我们都支持得七七八八了 不如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 推上图 进去这个 2023年 十大这个YouTube的 这个 这个 影片 十大影片 这样 那跟着 昨晚就有网友呢 就就是 send了这些 这样的想法 就是 其他群组 就是 讲了这件事 那就给Gordon仔 知道 那问Gordon仔 咦 究竟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令到图这首歌 令到它变为 2023年的 十大 的 歌曲呢 这样 十大 不是 十大 十大片段 这样 你问Gordon仔呢 不是说 没可能的 但是真的要努力一点 但是如果以现在 譬如我看着 以每个中大一万个点击率 这个趋势去讲呢 是 有些 再要努力一点 我只可以这样讲 再努力一点 你说 如下两个月 可不可以冲上 YouTube的十大 十大影片之中呢 不是没可能 但是呢 你说如果要现在的趋势呢 譬如可能每一个 每一个钟呢 大约要有五万人听到 我自己觉得 那可能就有机会 是不是 如果不是呢 我个 那个点击率呢 剩下这两个月呢 真是很赶的 很赶及的 还有呢 有一个危机就是说 当你们 姜糖 譬如我们姜糖 全力去点击图这首歌之后呢 会不会分散到一些力呢 去令到 Dummy这首歌呢 不能够继续去 保持上 2023年十大的影片当中呢 这件事是存疑的 所以我自己高等仔妹的建议就是说 你们对于Dummy这首歌的点击 推荐要继续去 要继续去推荐 点击 赞好 但是呢 对于 即我主力都一定在Dummy那里 但是你说 图这首歌呢 都要依然去努力 那所以呢 你问我姜糖 近期的姜母 会不会有少少调整 我觉得是 是时候要少少调整了 我觉得呢 你每一天呢 起码要穿一半时间呢 去帮忙堆Dummy 和图这两首歌 而其他姜母呢 可以留在其余 即一天里面的其余 一半日的时间去做 那我觉得对于姜糖 都是一个策略性的帮助 这个就是我一个 暂时的一个小小建议 那你说我会不会 继续留意那些数据变化 我会留意的 我会留意的 如果有一个数据最新的变化 我突然看到 咦有些趋势不同了 有一些攻略呢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那我都会在这条频道 出片去 告诉大家 那个进化 那个安排是怎样的 所以 昨晚 出这个姜糖的MV 无论 数据也好 或者是 他未来的发展也好 甚至他里面的曲风 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好 那这个 这个 都是一个归纳一样东西 开心 兴奋 只要姜糖 有新歌出 新MV出 我们当然要尽力去支持 快点去支持 尽力去打造姜糖 一个最好的成绩表出来 所以 昨晚 MV 这首MV 是大家值得他欣赏 和追捧的 好不好 这个也都见证他一个成长 和一个融入不同元素的一个尝试 所以高得仔非常值得欣赏 绝对诚意推荐姜糖的MV 昨晚开始 希望继续努力去点击大家 OK 好 今节的时间就是差不多 那我们下一次再讲